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许晶晶,Crystal YouTube 有follow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之前活15年的抗斗经历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视频的朋友们,你也可以看一看我之前的乱斗面 我们来了解一下痘痘所形成的种类吧 第一是我们正常的毛囊,我就不多说了,可是你可以看得到正常的毛囊皮肤底下有毛根还有油脂线 第二就是因为油脂线抑化,接着表层皮脂层,跟着空气尘埃接触是形成的黑红 这时候可以通常在你的鼻子部分都可以容易找到 第三就是属于毛孔主射,可是它是属于表层外界接触的,它会造成白头分刺 在这个阶段的痘痘,如果你要把痘痘造固好来,它就会严重感染的话,就会发现 就会变成Number 4 Number 4就是一不小心所发现的白头粉刺,所形成的乱疹 接下来如果你很喜欢用手去抗痘痘,就会把它挤破 它就会变成濃泡,那是因为细菌感染啦 再会好好照顾的话,就会出现严重性的Number 6 好,现在我就来和大家说说我之前用了我觉得好用的去痘产品吧 第一张涂,这里面有三种药物,其中上面那个叫Benzyl Water Base Gel 它是里面含有2.5% Benzyl Oxy成分过氧化粉 这个可以帮助你杀菌,可是当你涂上去的时候,它会很吃痛一下 第二个药是不建议涂整眼,只是局部的涂在痘痘上面就好 那时候第一次用的时候有点笨,好像涂了整眼,结果整个脸都是很痛的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Deciline Gel 它里面所含的是0.1% Adaparine,属于第三代VA酸的药物 最主要呢,记得医生那时候告诉我,它是用来抗发炎和抗肝刺的一种药物 那时候建议,医生是建议我晚上吐 第三个是叫做Deciline Gel 药麦西,荷林酶素是一种抗生素,是需要医师或者是药剂师建议所使用的 然后我之前用过的本身的是,因为那时候要买Deciline Gel 可是没有过的,所以那个药剂师就介绍我用了它的Generic品牌 这些药物呢,麻烦请你一定要遵从药剂师或者是医生的建议才使用 第二个是A酸,叫做Tretinone,是我用过的品牌 里面含的就是第一代A酸,这个A酸是属于外用的 所以医生呢,所以建议我是晚上的时候才可以使用 因为这款D代A酸呢,它是对光敏感的 所以呢,这些药物都是需要医生或者是药剂师建议才使用的哦 卧神或者是你在其他药房都可以找到的 我还用过的就是Oxify 这个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吧 毕竟Oxify成果兔兔的人应该有听过 它里面含有呢,就是5%的Lenzol Proxy 可以帮助你抗菌 我还喜欢用的叫做一个是同样品牌 不过它是Oxytan Cover 这个呢,它就有可以帮助遮盖你发炎的兔兔 因为它是有颜色的,所以它可以帮助你抗菌 那些在发炎的兔兔兔 使它跟你皮肤的颜色差不多 可是用过后,Oxify 比较Oxytan呢 我会发觉它的药太强了 因为我的皮,就是脸上的皮 所以脱落 你可以看到它撕了一小层 可是还蛮有用的 比较自然一点的是 Ican Tea Tree Oil Ican这个牌子我不得不说 我之前长痘痘的Face Wash呢 我是用它的 因为它是... 价廉不美 除了Ican Tea Tree Oil不错 我还用过的就是 Noxytan呢,这个呢 它里面有的成分呢 就是有Sulfur Sulfur 还有Celicyclic Acid 水洋酸,还有硫黄的成分 它都可以帮助你一支兜兜的 然后我现在在用之后 又觉得很好用 EO 我现在还是会冒兜 尤其是压力 或者是来月经 月经不调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医生说 A酸的疗生虽然是吃完了 可是正常的保养 还有就是用背的产品 都是很重要 医生就有告诉我 建议我用这个 我现在用了Skin Oren 这个呢,你需要去药房 然后记得要找药剂师买哦 你不是医生 不是药剂师 不要让他买个乱茶 这个里面呢 有含有 SLA C 杜鹑 杜鹑花酸 一到五呢 先让我来说说吧 Mineral Oil Mineral Oil 你叫做 化物油 你现在称到你石辣油 它不是一种油 它是一种混合物 它是一种混合物 Mineral Oil呢 是 会产生是因为它是 原油蒸馏过程中 Crip Oil 你怀疑里面的一种副产品 这可以起到一个 保湿跟润滑的作用 所以呢 Mineral Oil 它会导致你长很多的异合粉刺 请大家不要用哦 然后 然后 No.2 Alcohol 酒精类 酒精类呢 这一种 你通常呢 可以在tonal里面 你的收缩水 找得到 我为什么会说 不适合 痘痘 或者会导致痘痘 是因为 它会刺激你的皮肤 超久下去的话呢 它会造成 皮肤的伤害 导致你长到 很多小小的痘痘 然后 No.3 在这里的话 就是 Coconut Oil Coconut Oil 我们都知道 像我们阿嬷 都可以以前拿那种 野油来涂头 压它头发 它就会长得很亮很亮 可是如果你是痘多年的话 你千万千万不要去拿 Coconut Oil 来涂在你的脸上 它会导致你脸太过滋涩哦 No.4 这个Algae Extract 是近几年来 一个比较普遍的成分 通常你可以在 Sleeping Mask 或是在Mask 里面找到 这个 藻类的成分 它会 滋润 可是不适合 不适合 痘痘肌肤的朋友 然后还有 Lanolin Lanolin 是一种 养脑汁 也是 会属于 滋润型的成分 也不适合 会长痘肌肌肤的朋友哦 接下来的 五个 这个成分 有很多的 化学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slide 方便哦 SLS 通常 我们在 Personal Care 也常常见到 你的洗发水 你的洗身水 它是一种 活性的界面 清洁剂 最主要呢 是用来 帮助你清洁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用在 痘痘的话 其实也会刺激痘痘品 然后还有就是 像这种 Isopropel Nelistate Isopropel Palmite 都是属于 嫩肤肌的作用 所以呢 基本上 肚肌肤呢 我们都已经 脸 常出油啊 所以你不需要 这种额外的 化学 嫩肤肌 来帮助你 保持你脸上 油光 那样 接下来两种 也是属于 化学的成分 你们可以看在 这一个图片 我就不多说明了 影片的最后 最后呢 要跟大家说 如果你要有 亮丽健康的皮肤 最好的保养品呢 就是早睡早起 懂得舒缓的压力 饮食规律